想要吃個下午茶 點心 他可能就只小喝個二三十雞 如果是全母乳餵養 那還好 但是如果你吃泡沫 什麼母乳還好 母乳他叫什麼母乳 真貴 你在那邊跟我說母乳還好 大家好歡迎來到不前一位頻道 我是Steven Tasha 要餵母乳的媽媽 今天這影片 你絕對不能錯過 大家知道我們的寶貝兒子 剛出生不久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 在做產檢的時候 護士都會一直問我們一句話 你要母乳餵養還是配方奶 加上我們兒子出生之後呢 其實我們因為有些朋友是懷孕 然後他們也會想問一下我們的經驗說 你們出生之後 你們是怎麼餵寶寶嗎 所以後來我發現啊 其實很多的爸媽都會對 新生兒哺乳這一塊 有非常多的問題 包括我們自己在生出來之後 其實是有點跌跌撞撞的 在走這條路 所以呢我跟希雅就決定 我們要來拍一集影片 來跟大家來講講 抱抱我們哺乳的經驗 然後呢 讓夠夠新手爸媽 找找彎路喔 聊一下廢話囉嗦 我們開始吧 那很多新手爸媽 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該要餵母奶 還是餵配方奶 我現在前面要先講喔 這個問題沒有一定的標準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不同 但是生理學上來講 全母乳餵 加上隨時隨地餵它 會是 最符合生理學的 但是我必須說 在現實中來講 非常非常難辦到 不過母乳夠不夠 這個也有問題 那時候月子中間 我記得你就大概一到兩個小時 就要擠一次 你甚至半夜 不是一到兩個小時 大概兩三個小時 如果要追奶量的話 半夜也要起來擠 對啊 有時候我半夜在睡覺的時候 那是在月子中間的時候 我就看到就突然有個那個黑影在那邊 在移動 我想說喔喔喔被剉到 後來發現原來它是在半夜起來 它要擠奶啦 那那個時候你的奶量 是差不多大概在100到200的 我說20小時 大概如果一整天這樣24小時 算下來大概 200多到300 兩邊加起來 算蠻少的 因為那時候Rion喝的量 大概一整天 它已經可以喝到 大概500多 逼近600 對快600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是 有點追不上它 它有時候急急就開始哭 你知道嗎 因為沒有辦法給寶寶 全部入的狀態 它其實是有一點點 很後憂鬱的部分 所以呢我就跑去買了這個 BHKS的哺乳應援組 這個組合裡面呢 還有一盒 酥媽咪軟鈴脂 還有一盒 酥媽咪貝乳 那軟鈴脂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 它是幫助女生 酥通乳腺 那這個軟鈴脂裡面的海 它裡面鈴脂脂的純度 達60%以上 所以呢 它可以幫你酥通乳腺 避免就是 乳腺堵塞而造成乳腺炎 然後另外一盒 酥媽咪貝乳呢 就是增加母乳分泌 讓它的乳量大增 它裡面呢 含有中西調理的營養成分 葫蘆巴紫 跟王不流行 像西亞吃了這個貝乳之後呢 它的乳量從 之前的 250 翻倍到 就接近600 雖然說 增加厚的量 其實對追上 Ryan 一天的所需 還是稍嫌有一點不足 對 但是我覺得 比起你前面 就是完全不夠 它一半的來講 也是好的非常多 所以蠻推薦產後的媽咪啊 就是有 濕濃奶的問題 或者是有奶量不夠的問題 都非常適合去買這盒 BHKS 跟烏鱗因緣組 它這個軟鈴脂加貝乳呢 吃起來真的是 效果還不錯 所以是蠻推薦給大家 但是你的奶量真的不足以給小孩 全母乳的狀態的話 那也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現在來講 真的母乳跟配方奶 差別只是在說 母乳那邊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抗體 因為寶寶出生之後 他自己沒有辦法產生抗體 他身體裡面的抗體 其實是由媽媽給他的 但是配方奶 雖然沒有母乳裡面的這些抗體 但是其實他的 基本營養都是夠的 所以我必須說 當然如果你能自己餵母乳 甚至是全母乳 是最好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 或乳量不夠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配方奶 對寶寶的營養來講 也是足夠的 那既然我們前面講完 就是該要母乳 還是配方奶 後面呢 我們就要來講講 為什麼 因為如果像寶寶 你是決定隨時隨地給他喝 他有可能 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甚至一個半小時 他就會吵架 而且他每次喝的量呢 其實都是不太固定的 因為你不知道他到底喝了多少 對他可能只是 肚子小餓 想要吃個下午茶 點心 他可能就只小喝個二三十幾 你如果是全母乳餵養 那還好 但是如果你是泡沫 什麼母乳還好 母乳他就說母乳很珍貴 你在那邊跟我說母乳還好 我可以講 Steven就是那種 因為配方奶需要錢 所以他覺得配方奶很珍貴 但是珍貴的明明是母乳好嗎 因為如果你是隨時隨地餵他 不管你是輕味還是平味 事實上你的量都是不太好 主要事實上輕味還好是因為 隨時隨地就餵 你就直接餵他 不會有浪費的問題 但是配方奶不一樣 因為配方奶的話 你基本上如果是隨時隨地餵他 真的我跟你講他每一次的量你抓不住 像那時候 剛從月中回來的時候 對 然後因為他比較會哭 可能換環境的關係 基本上就覺得 欸他哭就是他餓了 大概一兩個小時 Steven就一直餵 然後大概量都是10 20 30 就是我大概每次泡我會抓30到60 但是我跟你講 他說給他20 30 而且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我那個是買了最貴的配方奶 我那是買了某XX副 然後後面還帶了X機的 那個真的是每幾次好像在丟 那個都是幾十塊到幾百塊 對我來講 我先不去扯浪費那一塊 事實上光他晚上1到2個小時 就要起來一次 對我們來講一直在那 就是你幾乎整個晚上都不用睡 你光要應付他餵奶這一塊 就非常非常的痛苦 這也是為什麼 定時定量 會是現在鼓鼓的主流 因為定時定量就是一直說 你大概每隔3到4個小時左右 就固定餵給他 比如說按照他成長的時期 像我們現在Ryan他已經大概一個半月 接近兩個月 他的現在喝的奶奶就已經到 3到4個小時 我們會泡給他150左右 而且我定時定量有個好處就是 晚上我們至少 不能說睡很飽 但是我跟你講 至少我覺得 睡到以前沒有生小孩 8成飽是OK的 就是他現在比較 要慢慢的就是 定時定量之後 好像可以慢慢 睡過夜了 通常他晚上11點 我們會讓他喝最後一次 11 12點會讓他喝 他就可以睡到早上 大概6點 7點左右 對 就至少一整個晚上 你會有點像是 有點加班那種感覺 但是至少你還是可以 勉強睡飽 但是如果你換成 1到2個小時餵吃 我跟你講 絕對邊睡了 這也是為什麼 隨時隨地餵他 在現實生活中是有難度的 是因為大家要上班 大家要睡覺 要休息著 你光擠奶不去談 你光要1到2個小時餵他 你晚上不要睡覺 對大多數的爸媽 最包括我們來講 都會是非常崩潰的一點 那前面呢 跟大家聊完就是 配方奶啊 母奶啊 那些問題呢 我們接下來要跟大家聊聊 奶粉 一碎的奶粉 真的是超級有夠難票 因為呢 其實他的很多資訊 都不太透明 我們那時候去 藥局問的時候 藥師他們都說 嬰兒的奶粉是 沒辦法那麼公開透明的 那原因呢 是因為要提倡母乳餵養 所以第一階段的 那應用的奶粉呢 都是禁止在網路上廣告 因為他們怕有些廠商會說 這也是比母乳更好的替代品 或者是 更趨近於母乳 這樣的廣告詞出現 所以呢 就造成了第一階段的 應用的奶粉呢 在網路上 也幾乎是找不到任何的資訊 這些奶粉的價格 雖然相差非常大 蠻多的喔 因為像起富藍罐這一個 大概是 一五 八零 一看就知道 奶粉都是誰在哪 因為像起富這一罐啊 這一罐藍罐的 都已經到 一千八 但是像你看這種 S26的 他大概七八百 那他有開罐 開罐就會降到五百多塊 那 跟起富的價差 就三倍了 就給一罐 一百多三罐 欸 價差很恐怖喔 但是我必須要跟各位老實講 其實差別不會到非常大 而且在一歲左右的奶粉呢 其實政府是有去做限制的 就是他有五十七種的營養素 比如像是維生素D啊 維生素K啊 基本的那些 他的量都是有做規範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大家可能去問某些醫生 他會跟你講說 欸 其實 第一階段的奶粉 各大廠牌的 其實差別不會太大的原因 就在這邊 但是我跟各位講喔 起富的其實 貴還是有貴的高 因為我們有貴 給我們的寶寶喝過起富 然後再跑回去 因為那個時候 有親戚給了我們這一罐 我們就跑回去 想說都給了 就把他喝掉 因為喝起富的時候呢 他就是每次 三到四小時 未來的時候 都有大便 然後喝這一罐S26的時候 他就幾乎大概一天的大便 會減少一到兩次 他大概就是 喝兩到三次才會有一次大便 但不至於到會便祕 對 而且他出來的大便的 性狀是不太一樣 起富味比較稍微低一點 偏稀 像那時候西洋的媽媽 聞到那個味道 有一點酸酸的 就是他覺得 欸 是感冒 所以大便才會酸酸 老一輩的人 聞到那個味道 跟看到大便那個性狀 他會覺得說 欸寶寶是不是感冒 但是其實不是 是起富他所添加的這個 就是會讓他的大便比較偏稀 更偏向於未母乳的狀態 那普通的這個 金冠的S26 他喝了大便呢 稠一點 對 他會比較稠 而且有點像黏 黏稠一點 對這一區是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是很care 藏到這一塊的 那其實起富的貴的這個價錢 真的有那個價值 就是大家稍微可以去 比一下你 想要給爸爸喝的男朋友 就是比一下後面的成分表 什麼維生素D KA 那個其實還好 因為政府真的都有幫你 規定在一個範圍裡面 差別不會太大 主要差別就是在最下面 他們有些自己添加的成分 差在那一部分 那 當然看那些營養成分 我相信大多數的爸媽 有看沒有懂 但是你可以去上網Google下去說 看這個成分主要是 給寶寶什麼樣的一個作用 那你可以去根據你們自己的需求 去給寶寶想要的營養 所以啊在影片的最後面呢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 有條件可以全母乳養 當然最好 但是如果沒有條件 沒有關係 就是你可以半母乳半配方奶 甚至是全配方奶 都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營養狀態上來講 絕對是注意寶寶所需 像我們的兒子啊 是半母乳這樣半配方奶 一樣早上白白胖胖 非常非常可愛 所以在這邊我真的是要請各位媽媽 老了自己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而且像奶粉呢 真的差別不會太大 當然它是會有一點點差別 價錢上的差別就蠻大的 對但是大家呢 其實是可以去根據後面的配方表 去大概 仔細的查一下 他們比較不一樣的成分 主要是在哪些作用 然後你想要給寶寶什麼效果 然後你給寶寶喝 欸他也蠻習慣 那其實供訂下來 價錢貴的不一定是最好 只有寶寶喝的習慣的 對他來講才是最好的 所以今天我真的要再次跟大家呼籲 因為 不然我覺得真的 喝到喝 大家好像都覺得 欸越貴了越好 可是其實老實說 要看適不適合寶寶 對寶寶適合對他來講 真的是最好的 所以 各位媽媽真的饒了自己 也不需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了 好啦 那今天這集影片呢就先這樣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訂閱 按讚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你要任何訂閱 按讚 留言 就這樣都是不大的 支持跟鬥力喔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這樣 那我們就叫你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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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